一百零一年度提升原住民 資訊知識以及技能發展訓練計畫 行政員園民會與民間電腦公司 透過三年的時間 在臺灣各原住民區域的部落 圖書資訊站開站共有二十三宿 持續培育共有四百五十五人 其中已經考取證照的約有七十七人 另外原住民中低收入戶 參訓的學生共有九十七人 以考取證照人數有五十四人 下一步的計畫 我們會針對我們 祖文在資訊應用上 在跟地方產業的結合的部分 能夠做一個連結 希望祖文能夠應用 我們資訊的網路的世界 來把我們原鄉的產業文化 等等的消息 能夠向我們的主流社會來接軌 而另外這一項計畫 今年有身心障礙的祖人 也接受資訊知識及技能訓練發展 希望能夠習得一技之長 學會電腦對你真正的幫助 可以上網查資料 可以上網查資料 那你最喜歡上網查的資料是什麼 查音樂 在接觸看看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平常其實除了回家 其實碰不到電腦 但是想說既然有這個機會 就好好把握 別人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現場除了頒發決訓證書之外 在學習心得與分享時 就有一位家庭祖父 覺得學會電腦之後 除了可以幫忙老公打打字之外 還可以拉近夫妻之間的情感 學習電腦之後 我才發現 其實跟老公距離也可以拉近 學了電腦之後 有時候老公回到家 一些文書什麼要打的 他懶得打的時候 我還可以幫忙他 去打一打 行政院院民會表示 將會持續的開設資訊知識 以及技能發展訓練的計劃 希望讓偏鄉也能跟資訊接軌 記者葛昭華林市採訪報導